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 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两天蒸发8000亿市值 反垄断为何指向了阿里巴巴 自蚂蚁金服被暂停IPO之后 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呢 再度因为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受此影响呢 阿里巴巴的股价连续两日呢 大跌的超过20% 市值蒸发了超过8000亿港元 那么事实上 从蚂蚁金服被暂停IPO之后 阿里的股价呢就一路下跌 从300多元跌到了接200元 市值呢蒸发过万亿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按照监管部门的说法 之所以对阿里立案调查 是因为他公司呢 实施了奥选一涉嫌垄断的行为 也就是电商平台呢 要求露出的商家和晋升对手之间 要做出选择 让中小商家头疼不已 你必须只能选一个 在电商平台看来呢 是市场性的行为 但其实呢 供我国的反垄断法呢 形成了抵触 我国的反垄断法的第二条 就是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其实呢 让电商平台的奥选一 其实也就触犯了第二条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逼着你必须选择其中之一 那么如果这样的违法行为被查实了 会怎样进行处罚它呢 可能很多人关心 按照法律规定呢 就是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储呢 销售额1%至10%以下的罚款 阿里巴巴去年销售收入是5000多亿 1%到10%的罚款也就是500亿 51到500亿 我们中国之前反垄断 罚款最高的记录呢 是15年 对高通公司开出了60多亿的罚单 高通呢 这是一家美国的芯片公司 罚了它60多亿 国内的企业呢 最多的就是毛泰五良业 13年呢 被罚款了两亿多 所以如果证实了 给它顶格罚款 也就是罚500亿 那么大家听起来 数位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其实对阿里来说呢 500亿 即便顶格罚款 可能影响也是有限的 那么今天的阿里巴巴港交所公告 他的董事会呢 要增加股份回购计划 从60亿美元 增加到100亿美元 也就是他要回购100亿美元的股票 那100亿美元也就 七八百亿人民币了 所以 可能他账上现金呢 阿里的账上现金可能过千亿美元 所以即便罚款 他500亿人民币 可能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其实真正有影响的呢 造成股价下跌的 不仅仅是一个反垄断的原因 更大的担心呢 还是在于 阿里的业务范围 会不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限制 这个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呢 就是因为监管层出台了 网络小贷新规 导致呢 这个蚂蚁集团的经营业务 要被严格限制 26号呢 再度呢 约谈了蚂蚁集团 要求他对重点业务呢 做出整改 所以如果对照蚂蚁集团 监管层会不会对阿里 也提出类似的业务整改要求 那如果真的要整改 那么对他的整个电商 帝国呢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呢 是投资者非常担心的 那么如果真的整改了 他的股价可能还要大打折扣 所以呢 电商平台的奥选一呢 只是这一轮反垄断调查的一个导火索 对吧 一个反垄断 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影响 一个奥选一啊 真正关注的是呢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互联网公司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 这对互联网巨头们 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近呢 不光是阿里股价在跌 腾讯的股票也在跌 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呢 都迎来了一些下跌 其实从历史看呢 长期以来 我们互联网公司 一直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宠儿 和传统行业比呢 互联网公司创新的力很强 是我们中国经济的优整身 增长速度非常快 也享受了相当高的经营自由度 所以享受这种优待 一方面为了鼓励创新 对吧 解决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些痛点 比如呢 前几年火爆的P2P 它能获得宽松的监管 其实就是想让它解决 中小企业的 龙自男 龙自贵的问题 那么P2P 大家现在知道了 对吧 所谓的互联网金融 也就是 集资诈骗平台 对吧 披着互联网的外衣 对吧 干着是集资诈骗的事 对吧 爆雷了几千亿 对吧 很多投资者受了很大的伤害 这就是反面案例 虽然和传统行业相比 互联网行业确实表现了很强的创新能力 但是和能不能过高的期待相比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 尤其互联网行业背后 都有很强的资本驱动 所以这种模式 使得很多互联网公司 以追求流量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很多资本披着互联网创新的外衣 借助宽松的监管环境 实现短期套利 所以不仅无法承载创新的期待 反而处处爆雷 给我们中国经济增加了巨大的风险 尤其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背后的资本 大量都是国外资本 对吧 阿里 腾讯 腾讯在港股上市 对吧 阿里在美国上市 他们背后最大的股东 都不是我们中国资本 其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同样都是这样 大股东都不是我们中国人 那么西方资本呢 对吧 资本追求的就是逐利 尤其是短期追逐暴利 对吧 不会去解决什么民生问题啊 他唯一追求的就是利润 所以追求流量和利润的巨大化 难免呢 会触碰到一些 反垄断之类的一些事情 你指望他真的去创新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当他达到一定规模 达到一定垄断程度的时候 也很难做下去的 那么尤其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 也面临了自己的成长瓶颈 在利润压力面前 很多公司的创新能力 也开始褪色了 比如我们最近互联网巨头们 都在利拼的社区买菜 被很多人诟逼 美国的马斯克 人家眼光 向浩瀚苍穹 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们 去下沉到市区 抢夺小餐饭的这个生意 互联网巨头们的这个 垄断地位呢 越来越强 所以反而越来越挤占 中小商家们的生存空间 那么垄断的达到一定程度 他也就没有创新的这个动力了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看到11号跟18号呢 我们高层呢 都召回来会议 都提掉了这个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呢 资本无序扩张 尤其是18号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当时有八项任务 明年的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有一条就是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所以这是明年要重点干的事情 所以可见的这一轮反垄断 才刚刚开始 对互联网巨头的严格监管 严格打压呢 也才刚刚开始 所以大家投资呢 互联网平台的人呢 也要注意这一点 这个过去很多年 创造巨额财富的互联网公司呢 一直被很多人们仰望 但是最近几年呢 其实很多人呢 对这些大资本呢 也失望 尤其呢 是我们中美中突升级 我们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被卡脖子 对啊 国伦呢 也开始意识到 高科技产业 对我们中国的战略意义 所以一直低调的华为呢 也成为了国伦心中 真正的明星公司 所以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 只有涌现 越来越多像华为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 才是我们中国 经济呢 真正的希望所在 所以对于那些 曾经风光无限的 互联网巨头们来说呢 在流量和利润之外呢 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所以你单纯的就想 对吧 去营造流量 对吧 去收割一些韭菜 对啊 而不想的 在一些基础科学 对啊 在一些真正科技里面 做一些创新 你走不远 对吧 即便现在 很高光 但是呢 一旦呢 在强烈的监管 环境下面呢 可能呢 高光时刻呢 也是短暂的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